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我沒有說錯的 這節是萬迷早晨 不過是安排在萬聯新聞台上播放 原因是今天我們晚一點有場球艇 大巴台基本上要集中說那場球 所以這宗萬聯轉會ATM雖然相當有趣 我都要再出一些評論 但是節目安排的關係 所以在新聞台播放 萬聯新聞ATM 大家在這裏都知道我講誰 就是講夏蘭特轉會 究竟誰有話要說 誰最清楚這宗交易 除了夏蘭特自己之外 最清楚這宗交易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他的父母 一個就是 大家看到的 Mino Raiola 這個人對於萬聯球迷來說 我想大部份人都討厭他死 但是他剛剛接受了AS 一個非常非常長的訪問 說到最大的兩個題目 當然就是他提及夏蘭特和普巴 我這一節會講關於夏蘭特的部分 也要看看何時有空 晚一點或者明天 做關於普巴 這兩節一定會做給大家看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以及分析一下 聽完 Laiola說完之後 究竟這兩件事 對於我們今個夏季轉會出 有什麼影響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家 因為這個訪問實在相當長 除了說Laiola說這兩宗轉會之外 也有講及他如何起家 我之前也做過一節節目 講過他如何成為足球經理人 但是這一節 今次他自己現身說法 究竟他如何成為這個行業 他如何進入這個行業 接著他也有講到 他跟皇馬和巴塞的關係 另外歐超聯也有自己的看法 以上 除了普巴和柏蘭特轉會兩件事的資訊 就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興趣聽 如果有興趣聽的話 就在這裏留言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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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多人留言留言 我就找時間做他 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也沒有興趣的話 我就不做了 因為老實說 不直接關萬聯事 我自己看完 我覺得挺有趣 認識了這個人少少 當然了 他說話要打個字 你不可以相信 但也對他認識多了少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記住 多人留yes的話就做 不多人留yes就算了 言歸正傳 這件事就是正正 第一件事是 第一件事是 當然是 夏蘭特轉會 第一個問題 記者問他 你怎麼認識夏蘭特的 其實大家都很有趣 因為 為甚麼呢 拉奧拿 以往 跟他有關係的球員 多數都是 在荷蘭那邊 或者意大利 那邊 或者踢過荷蘭 意大利 他才認識的 大家想想 夏蘭特 只是踢過 那個叫做 蘇斯一查打電 那對木迪 初初小時候 為甚麼他會認識到他呢 原來正正就是 他踢木迪的時候 拉奧拿 就在電視上看到他 他就說 其實呢 我在電視上 看到球員 只有幾次 我發覺這個 真是厲害 是要我找的人 他說發生了幾次 那夏蘭特 就是其中一個 老老實實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是堅定留的 因為他在訪問的後段 他曾經說過 如果不是我的球員踢球 我就很少看球 但是他又無緣無故 說是一場 這麼說真的 九唔打八的木迪 都說找到夏蘭特 所以這個人說話 真的要打個折扣 好 接著他就問了 夏蘭特是怎樣的 記者就問他 拉奧拿就說 夏蘭特沒有像其他的 球星一樣 足球是最重要的 對他來說 沒有其他東西 好像斯朗 好像伊巴希莫域 這些人 全部足球 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夏蘭特甚至乎 你問他 多蒙特哪間餐廳最好吃 他答不到你 因為他每天很專心地看 怎樣自己可以在足球上進步 他也很努力地訓練 說到最後 一個 拿冠軍的人 就是一些最簡單的人 因為你就是很專注做一件事 還有他說 如果你身邊有個好的女士 我想可能是你媽媽 或者你太太 這個也是很基本功 因為他要幫你 好好地做好你的生活圈子 這個也挺有趣的 接著之後 就講及了 記者就問他 喂 那你去馬德里 還有去巴翠龍那 和夏蘭特老闆 兩個搞什麼 這個他的解法 說得好像很嘻嘻 大家聽一下他搞什麼 他說 如果你要問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旅程 你不會相信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什麼呢 夏蘭特老闆 就要去一個叫馬貝拉的地方 我馬上去找馬貝拉 是一個什麼地方 原來馬貝拉 是一個度假聖地 就是在這個 西班牙的 當然 因為他這樣才找到一個席口 在西班牙 但是有趣的地方 就說原來這個地方 就是一些普通人 不是那麼有錢的人去的 度假聖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真還是假 他就說 夏蘭特老闆想去 我又想去 那我就一起去 但是呢 途中 夏蘭特老闆 又要恭喜 納波提贏到 這個 巴塞會長的選舉 然後又順便去 黃馬 就是這樣 其實呢 其實99% 99% 當我真的做事 去飛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這個 嘻嘻的說法 就信不信由你 好了 但是另外一個人 為什麼呢 他就說 其實這一刻 被人發現 我們的行蹤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為在巴塞隆拿 機場 沒有一個私人的通道 大家都在那裡出來 離開機場 有一個狗仔隊 24小時在那裡 其實我猜 他是在等著 一個女明星 因為他不是一個 體育的狗仔隊 但是他就拍到我們 這樣 他就說 其實 說真的 我跟黃馬巴塞的關係 是很好 大家都知道的 我經常都跟巴塞的 那些 那些 體育總監 聊天 黃馬呢 我就跟 Jose Angel Sanchez 就是黃馬的CEO 經常聊天 所以他就這樣解釋 就是那句 相信多少 大家自己想 然後 就知道 其實 哈蘭特有沒有告訴你 他想去哪裏 踢 所以去哪間會踢 這個重點 這裏說的 大家真的 自己估計有幾成真 幾成假 但是我覺得 納羅來也很清楚地解釋 究竟 他作為一個經理人 他怎麼做 他說沒有 哈蘭特沒有跟我說 他想去哪間球會踢 其實現在這一刻 就算他告訴我 我也不會理他 為什麼呢 他一定要告訴我 究竟他想要什麼 所有的 他要求的 全部告訴我 亦都要很清晰 讓我在腦海裡 知道他要什麼 然後 我就會幫他安排 或者 幫他編排 一個菜單 然後就放在他的面前 如果你選擇這個 你就會有這個 你就沒有了那個 如果你選擇第二個選擇 你會有這個 但又沒有了第二個 所以 他就說 其實他跟球員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了 原來他跟球員就是這樣 去溝通 方法上 很有趣的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當然 但是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今天 多蒙特就很認真地說 我們是一定要留下他的 但問題是他都說 我儘管看看 因為 他覺得 這也是多蒙特的意願 然後他就說 他也有記者問他 這個下季轉會槍 究竟 你 阿夏蘭特想不想走呢 他就說 其實真的不知道 也要問一下 夏蘭特才知道 夏蘭特在9月1日之前 究竟他想怎樣 這是最重要的 OK 然後 記者問 是否多蒙特有沒有 歐聯帖有關係呢 你猜一下 拉奧娜怎麼說 我只是你說的 拉奧娜沒有回答的 然後他就說 其實你可以想像很多事情 即是拉奧娜說 今天 官方的多蒙特就是這樣 但對於我來說 我的位置 我不是這樣想的 只要有一個好的機會 放在面前的話 而 每個人都高興的話 我就會嘗試 將這件事造就出來 這個也可以說到 他族經理人 就是說 理論上 都會造就球會的 有興趣 或者想做的事情 的一個說法 接著記者就問 究竟 夏蘭特是否現在這一刻 或者接下來這個夏天 是否正確的時間 離開 托蒙特呢 其實沒有人知道 走 又有些風險 不走 也有風險的 他就說 那你見不見到 他離開多蒙特的機會 那樣 他說 在我的腦袋裡面 當然有 但是多蒙特的角度 就沒有了 所以他都很清晰 他說得很清楚 他很清楚知道 現在這一刻 就說不讓他走 或者不想賣他走 但是他就覺得 永遠都有可能的 然後 這下個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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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 記者就問他 喂 其實呢 夏蘭特是否有那個 買轉條款 2022年 即是再一年的暑假之後 這個 這個 Laila呢 現在Laila說這段 我就挺相信的 為什麼 他說 我們經理人的事情 有些規矩 就跟律師行一樣 如果那個足球員 相信我的話 他就知道 所有事情 我跟他私底下做的 就是 between you and me 我們兩個人的事 當然 如果他自己想說 他是可以說 當然 他有說的自由 但我 就不能夠說 亦都不想說 OK 那所有呢 我跟球員的事情 就是我們兩個人的事 這樣 接著 他就說 但是呢 其實呢 這些爛鬼條款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 比如說 E-Bar 或者普巴 他們都沒有這些條款 但是呢 在西班牙呢 他有一個條例 就是一定要放的 有些這樣的條款 放到四億 沒有意思的 這條例 他說 但是呢 會不會呢 會不會多蒙特 在這個暑假 想賣 他可以拿到多些錢 哄他講 即是想旁考側擊 因為 說就說 如果明年暑假 有賣換條款的話 今年就可能賣得比較貴 如果他賣 他也沒有回答 他也沒有回答 你問多蒙特 這件事 難道我回答不到你 接著呢 記者問了一個問題 也相當有趣 他說呢 說真的 記者也相當厲害 他問的問題 全部都是旁考側擊 究竟夏蘭特會去哪裡 大家聽聽 喂 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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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蘭特呢 就只喜歡兩樣東西 他對兩樣東西有興趣 入球 好像斯朗 或者伊巴 總之入球 他呢 非常正面的 對於這件事的 obsession 即是那個 就是 編號 或者是 最喜歡這件事 還有第二件事 當然是贏 錦標 他也會選擇的 當然啦 兩件事 哪件事會發生多些呢 即是入球 更重要的 還是贏錦標更重要的 他也會選擇的 即是 兩樣有了當然是最好 但沒有兩樣 他也要隨便選擇 OK 有時呢 很難去解釋 即是很難去騙他的 因為球會 好像巴塞 或者 黃馬來找你的話 有這樣的歷史 也都這麼好 很難就說不 PSG 也都在進入這個行列 萬成也都嘗試去這個行列 祖雲達斯 就整天都已經在這個行列 他就說 他們踢過聯賽當然也有關係 PSG 在這麼多隊來講 踢過聯賽是最糟糕的 拜仁其實也是一個有趣的聯賽 他也經常贏到 在西班牙 有三個機會 即是有三隊球的機會大一點 即是其實他也沒有回答 也都游了那麼多 但不知道他有心還是無意 他沒有提萬聯 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好 接著就是這一段 這一一下 或者這個問題 很多我看到報紙都拿出來做 就是什麼 究竟馬德里有沒有錢買下難得 看看Mino怎麼說 他說你想一下 我就不知道 不過你 即是你們記者 經常搞那些財政事 做報道 可能你會清楚一點 但我相信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 每個人都可以回答得好 不過問題是 為什麼馬德里買不到哈蘭特 為什麼巴塞買不夠錢 阿蘭特 其實他會這樣問 這樣 所以他 所以他 進了一個公司看東西的方法 角度跟常人是很不同的 他就這樣說 其實可能複雜一點 但肯定就不會 沒有可能 肯定有可能 不過可能複雜一點 喂 這個是一個球會的頭 要搞定的事情 每一個球會 都是要找他的辦法 賺錢去買他需要的球員 那 車就停在你面前 你上不上車 就是這麼簡單 OK 但是呢 又來了 記者又說 喂不是 黃馬好像想買麥巴比多一點 說真的 你聽完Mino 或者阿蘭奈答這些 你就知道 他真的是一個能言善變的人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他說的話 真的沒有多少分 真的要量度過 要打個折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麥巴比 現在還有一年合約 PSG可以做兩樣贏 好像多蒙特 當時 李文道夫斯基的多蒙特 不叫他 用到他一年 但是就充滿了 或者現在賣了他 那就 拿回一點 轉會費 他就說 多蒙特當時 非常勇敢 這樣 所以呢 他就這樣說 阿蘭特的將來 究竟 是不是和黃馬 對麥巴比多有興趣呢 他就覺得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之前巴塞 都試過有美斯 有來馬一齊 沒問題 朗拿典奴 當時在巴塞隆拿 都有很多其他巨星 為什麼 夏蘭特 有 就沒有莫巴比 或者有莫巴比 就沒有夏蘭特呢 其實這個完全不成立 這個也是很 經理人的心態 我經常覺得 他真的覺得什麼東西 都有可能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究竟 你覺得夏蘭特 是不是已經 是一個頂級球員 可以去大會呢 拉奧娜答得幾秒 他說 這件事 是市場的決定 你問我 我就覺得他準備好 然後記者 再問他 直追問 究竟 有多少球會 打過給你 這個重點 當然他不會回答你 那你聽聽拉奧娜怎麼回答 你自己的估計 是怎樣 他說 所有大野球會 所有大野球會 都喜歡他的 來到這裡 都成十六分鐘 我說兩句 究竟 拉奧娜聽完 相關於夏蘭特的事情 這段之後 究竟我怎麼看呢 我就看了整個訪問 所以就正是分享了 這一段關於夏蘭特 第一 我覺得這個拉奧娜說話 真是信他一成 正所謂相無失明 但你也要有時 聽他說話 也要 要估計一下究竟是甚麼事情 這個記者也相當高手 問話 問得相當高明 但是 拉奧娜也答得巧妙 看過勢 拉奧娜就肯定很想動 多蒙特 說真的 他採的優美 就算多蒙特有勾聯 只要有球會 給得起錢 我想他都一定 遛夏蘭特走 但現在的最大問題就是 究竟有沒有球會 給得起轉會費 以及他經濟人費 以及夏蘭特的身材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最重要 他覺得夏蘭特已經是一個頂級球員 所以一定要求頂級的生酬 這個我相信 除了轉會費 以及兩個生酬 加起來的錢 一定是很多 超級多 先不要說他的經濟人費 所以這個錢 一定是夏蘭特 這個下季走不走的 最大問題 所以各位萬元球迷 大家可不覺得 真的要大灑金錢去買夏蘭特 因為這個是補得好說的 而 等多一季 會不會真的便宜一點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也挺大 因為 雖然他沒有回答 但我覺得他也相當軟轉地 暗示了這個 所以 因為我聽過幾個版本 有一個版本就是7千多萬 歐羅 有一個版本就說不是 多一點 但是 目前為止 都沒有什麼人說沒有這條款 雖然 Laila就是巧妙地 他說這些條款沒有所謂的 其實 我覺得是默認了 所以 我們要考慮 這個 接下來的轉會槍 比較貴一點 買它吧 還是等多個轉會槍 便宜一點 但是競爭一定大一點 OK 今次來到這裡 有機會做普巴的 那一節的 拜拜 記得留言 如果你想聽到 不關普巴 不關夏蘭特市 但是 Laila這個訪問說 他怎樣做到這個足球agent 或者你也有興趣 對不對 還有 他跟黃馬巴採的關係 還有他怎麼看歐超聯 這類型 不關普巴和亞蘭特的資訊 記得留言 如果不是我就不做了 拜拜